某国大部分地区 季节性都比较明显 在夏季的时候雨水会变得特别多 而且很多情况下都是突然而止的大暴雨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突遇到大暴雨可不是什么好事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老司机经常使用的秘诀 这些招数在关键时刻可能能保密 其一 突遇暴雨最先做的事就是减速 因为雨天路变得很滑 高速行驶极有可能出现车辆偏转的情况 其次雨天光线暗 并且有水气 降速 可以流出更大的安全距离 为了紧急情况留下更多的反应空间 所以大雨来了不要慌 减速就完事了 其二 变道前一定要多多观察 暴雨天际司机从后时间里看到的情况 会变得比平时模糊不少 很容易估错两车的距离 对于后车来说视线同样不好 对于前车的这种种种行为 都不如倾天看得清楚 所以变道前一定要确保前后左右的安全距离 第三 开冷气储物 突然的暴雨往往伴随着气温骤降 这个时候车辆的挡风玻璃上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层水雾 看着一层层变浓的雾气 大家可千万别慌 只需要打开车内的冷气 使车内车外的温差变小 雾气自然就消除了 第四 双闪别乱开 双闪是用在紧急特殊情况下的 雨天行驶相对来说还算是经常遇到的事 并不算特殊情况 打开双闪后会让后车误以为前车有故障 或者是停车的状态 加上雨天视线不清楚 误判的几率会明显升高 你都学会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